古古之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,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大木这一行自古就有,而且没什么道德感,只要是木就到,管它帝王将相还是平头百姓的木,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具体位置,基本上只能自认倒霉,尽管有的木主有防盗意识,但是天长之久,防盗措施早就腐坏了 再加上现代科技发达,很多机关根本就不是高科技产品的对手,然而辽宁朝阳区内的一个木早就被盗墓贼知晓,却从没去过 此木被发现在辽宁地区一个农民的地窖之中,那个地区的农民还维持着挖地窖的习俗,在给自己家挖存放过冬菜窖的过程中,突然挖到一块被雕琢过的石板,不像是天然形成的那种 因为距此地不远处曾发现过古墓,所以此农民猜测石板底下有可能也埋葬着一个墓,于是赶紧向相关部门报告 辽宁文物部门过来之后,经过小心翼翼的挖掘,终于确定此处确实是古墓,还是东晋的石果壁画墓 墓中结构保存比较完善,像一个小型庭院,但是却没什么陪葬品,只是一些散乱的牙齿肋骨之物 墓主无从考证,而墓中最大的发现就是遍布全墓的壁画,因为墓室封闭性较好,所以这些壁画依然鲜亮如初 让人轻易的就能够看出壁画的内容,对于专家研究东晋的风俗文化帮助极大 但是当时的技术不够完善,专家们只好重新封闭这座墓,居住在墓上方的农民,为了防止墓被破坏,30年都没有敢修房 生怕一不小心就损毁了壁画,由于农民的守护,这座墓一直没有被盗过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贼不走空,盗墓贼知道这里没什么文物,所以一直没来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